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之前我做了两期视频去介绍 T-Mobile原生手机卡如何去购买和使用 这些视频得到了大家非常多的支持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 随着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使用T-Mobile这张卡 大家提出来的问题 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比如说我去购买T-Mobile的原生手机卡 都有哪些渠道 然后购买之后有哪些套餐可以选择 而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 我卡购买了成功之后 我想把它转成e-fim 要如何去操作 第三个问题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一些常见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充值的时候 发现要交很多的税 那么这个税要如何才能免掉 另外我要如何去修改我的账户信息 比如说是email然后pn 第四个是如何更改我们的手机号码 或者说转入已有的号码 那么为了方便大家能够顺利的解决 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让大家去详细介绍一下 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向大家分享一下 T-Mobile的手机卡要如何去购买 购买的话大致是分为两种渠道 一种渠道就是eSIM 如果说大家的手机是支持eSIM的话 强烈推荐大家去使用eSIM 另外的话eSIM我们可以直接在官方的app去进行购买 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 而且eSIM购买完成之后就可以马上下载到手机进行使用 如果说手机它不支持eSIM的话 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之前向大家介绍的UberSIM卡 新包部的eSIM也是可以顺利的下载到UberSIM卡的 但是有个前提是 如果说已经有卡的话是可以直接下载到Uber卡 但如果说没有支持eSIM的手机 那就没有办法直接在官网去购买eSIM 只能先购买实体卡然后再下载到Uber 这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的手机是不支持eSIM的话 那么就只能通过购买实体卡的方法来使用 目前的话购买实体手机卡的话 如果大家在美国的话 就直接到营业厅去购买就可以了 但是相信平常面前的小伙伴大部分都不在美国 那么要如何去购买呢 有两种渠道 一种渠道的话 大家可以直接在淘宝去搜索相关的信息去进行购买 另外一种的话是我的自营商店也有售买T-Mobile的原生手机卡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跳转到我的自营商店去看一下 购买实体卡的话 它的一个优点就是 有实体卡 它不挑手机 任何手机都可以使用 但是一个缺点就是 因为实体卡这个卡 它需要去美国去进货 然后再转运到中国 到了中国之后还需要去进行一个发货物流的环节 中间的流转的时间和成本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它的售价会比较高一点 而且各个渠道的售价相差也很多 大家可以有选择性的去进行对比和购买 目前的话如果说购买eSIM的话 那么就推荐大家选一种套餐 就是一个月10美元的套餐 是目前唯一向大家进行推荐的 因为这张卡的话在国内是没有信号的 它只能在wifi通话的环境下去使用 流量的话也是不可以用的 所以说大家购买其他带有流量的 这个售价比较高月租的套餐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么我们直接去购买最便宜的10美元的套餐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实体卡的话它的套餐选择是比较多的 首先的话当然是10美元的一个套餐 其次的话是有0美元的一个绝版的套餐 我这边是有现货销售的 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到我的商店去了解 那么第三种的话就是月租3美元的一个套餐 关于这些套餐的具体详情的话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 观看之前的视频这里就不重复进行说明了 或者说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到我的商店去了解就可以了 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说已经拿到手了 我们要如何去进行一个初始的设置 比如说wifi通话要怎么设置 然后听报部的账户要如何去注册 那如果说买的是已经注册好的账户 我们要如何去修改我们的信息 当然还有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我们要如何设置 才能够在充值的时候不交很多的税 那么接下来我就会一一向大家去进行一个说明 首先很关键的一步就是要设置wifi通话 关于什么是wifi通话 wifi通话要如何设置的话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去详细的了解 那么以苹果手机为例向大家去演示一下 大家首先打开手机设置 然后点击蜂网网络 然后点击自己的号码 然后我们点击wifi通话 把这个按钮给打开点击启用 好在这里的话输入一下wifi通话的地址 大家去随便找一个美国地址去填写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填写完成之后点击保存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 关键是大家要点击右下角的关闭 不要点左上角的取消 点了左上角的取消就是设置会失败的 好关闭点击了之后 然后会跳转到这个页面 下面会出现一个更新紧急地址 出现这个字样的话就是说明我们的wifi通话地址 已经设置成功了 那如果说没有出现的话 说明是没有设置成功的 大家重复点击上面的步骤去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没有设置成功的一个原因 大概率就是因为我们的网络IP问题 大家去切换VPN或者说切换其他美国IP来进行一个尝试 接下来的话我们点击返回 在这里的话可以看到网络选择 这里就是T-Mobile wifi 说明我们已经顺利的连上wifi通话了 连上之后的话 我们就会马上收到运营商的短信 提示我们的号码已经激活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愉快的去进行使用了 这一步的话非常关键 尤其是对于月租10美元的淘汰来说 因为在国内是没有信号的 只能通过wifi通话使用 但如果说大家买的是0美元月租或者说3美元月租套餐的卡的话 是可以漫游的 也就是不用连wifi通话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个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在wifi通话的环境下使用 这样的话相当于是在美国使用 全部都是走的是美国的资费 套餐内的免费用量也是可以用的 要不然的话就是走漫游的资费会比较贵一点 这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的话向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注册T-Mobile的账户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跳转到注册的页面 我们在这里的话点击下面的注册 然后输下自己的手机号码 点击下一步 在这一步的话是需要去输下自己的姓名 这个地方不用实名也是可以的 然后输下自己的邮箱 设置一个密码 然后点击创建T-Mobile ID 接下来的话 系统就会给我们的邮箱发送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之后 接下来系统会给我们的手机发送验证码 再输入手机验证码 好接下来设置一个安全问题 大家答案要记好 这样如果说忘记密码或者说不能登录的话 可以通过安全问题来找回密码 接下来点击下一步 到这里的话是要设置一下Google验证器 推荐大家都设置一下 设置完成之后的话 这样我们在每次登录的时候 就不需要每次去接收短信验证码 直接去输入Google验证器的验证码就可以了 万一的话我们的手机欠费停机 没有信号 没有办法去收到验证码 那么后台是没有办法登录了 但是有了这个Google验证器之后 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这个问题了 我们直接打开Google验证器 扫描下这个二维码 然后就会生成一个六维数字 在这里输入六维数字 点击一下确认 就可以设置成功了 设置成功了之后 接下来系统就会跳转到首页 在首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现在的余额是多少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的月租是多少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这张卡的话月租是0美元 0美元的月租卡的话里面的花费是有有效期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的有效期是到6月25号 在6月25号之前必须要充值一笔 这样的话号码才会进行一个保号的操作 最低充值1美元就可以了 3美元和10美元的卡 花费是没有有效期的 大家也可以去设置一下自动充值 点击下面的设置自动充值 然后在自动充值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充值的频率 比如说每月 然后每两个月 或者说每两周 或者说每周 这些都是可以进行选择 下面向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去设置自己充值的时候 不要交税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个人资料这里 然后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修改自己的名字 然后电子邮箱 还有密码 还有PN 还有安全问题都是可以进行修改的 在最下面的一个地址 我们去点击一下 然后选择第2个选项 在这个位置的话 一共是有两个地址 一个是911地址 一个是PPU地址 大家只需要去修改PPU地址就可以了 点击编辑 然后911地址这里可以不修改 然后PPU地址这里 大家可以设置的和我的地址一样 这样的话设置完成之后 就是没有税了 我们这里去点击保存一下 然后这里去选择原始地址 确认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的充值 选择一次性充值 这边去输入10美元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的税已经是0美元了 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把我们每次充值的税变成0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方法 TimBobo的手机卡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适合愿意折腾的小伙伴 它相对于Ultra手机卡的一个优势是 他是TimBobo自家的亲儿子 他的客户服务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他的消费明细也是能够很清楚的查到 但是他的缺点就是 首先他的前期费用比较高 但是后期的维护成本的话是很低的 另外的话 他对于网络环境的要求比较高 登录的时候必须要比较纯净的美国IP 否则是登录不上去的 其次的话 他的充值的时候需要有外币信用卡 如果说没有外币信用卡的小伙伴 也是没有办法去正常使用的 所以总结起来的话 如果说你愿意折腾的话 那么TimBobo的手机卡 肯定是比Ultra配够的卡更加推荐的 但如果说追求简单省心的话 那么Ultra的卡肯定还是最省心的 以上就是向大家介绍了 TimBobo手机卡的购买渠道 套餐选择 以及初始设置 修改PN 税率为0 等一系列的操作 希望能够帮大家 如果说大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分享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小铃铛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